倩倩不想要孩子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吗 妈不在家吗 妈 妈 你开灯啊 倩倩回来了 妈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没事 回来就好 妈 妈 我跟你说件事 你们瞒我瞒得好辛苦啊 现在终于想通了 要跟我这个老太婆讲实话了 你都知道吧 空欢喜 空欢喜 妈 倩倩不想要孩子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吗 为什么不想要孩子 我们觉得 觉得 这样子过日子 挺好的 是她觉得好 还是你觉得好 好好的两个人 不想要孩子 脑子有病啊 你是我们家的独妙 你是我们家的独妙 不想要孩子 你对得起你爸爸吗 我要知道你们打算不要孩子 我就不会同意你们结婚 妈 不要孩子是我的主意 你 你是人家的姑娘 不想要孩子 我不能强迫你 要怪 我就怪自己的儿子 不忠用 没出息 妈 这件事从 好了 你先别说了 张姐姐啊 妈 既然咱们都把话说到这儿了 那我们今天就说清楚吧 我理解您 特别想抱孙子 但是 这个孩子总归得在我跟建华家长大 对吧 那如果我跟建华现在都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要了这个孩子 那对孩子来说太不负责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 mencion